大家好 今天分享蒜香炸鸡翅的做法 首先准备大约400克的鸡翅 在鸡翅上的正反面划上两刀 这样可以让鸡翅更加的入味 然后把鸡翅冷水下锅 再放入几个柠檬片 开大火煮开 煮开之后把鸡翅取出来 沥干水分放入大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大约100克的红葱头 把它对半切开 150克的大蒜把它对半切开 然后把切好的大蒜和红葱头放入搅碎机里 加入100毫升的生抽 50毫升的味淋 50毫升的绍兴酒 一勺盐 一勺白糖 最后再加入30毫升的芝麻香油 盖上盖子把它搅碎 材料不要搅得太碎 有一些颗粒感会更好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倒入到鸡翅的碗中 把它抓拌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或者保鲜膜 放进冰箱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把腌好的鸡翅用厨房纸巾擦干净表面上的腌料 接下来热锅倒入多一点油 油温适成热食 一个一个的放入鸡翅 刚开始的时候油温不能太高 要不然鸡皮一下锅就炸焦了 用小火慢炸 把两面炸至金黄色 然后就可以出锅啦 香喷喷的蒜香炸鸡翅就做好啦 这样做出来的鸡翅蒜香浓郁 鲜嫩多汁 超级无敌好吃 做法一点也不难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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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